持续还是要关心地方的建设 在2021年动土僻建的瑞穗乡第一公墓那股墙 今年3月份爆竣工 却发现了部分工项并未按图施作引发地方的议论 而乡公所在6月1号 还请了公共工程委员会 同时与承揽厂商来协调 在不影响那股墙主体建筑结构之下 乡长吴万德表示 会一约对厂商来扣款就地结算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 悬而未决的瑞穗乡那股墙工程问题 在乡公所收到公共工程委员会 回函认定后才终于尘埃落定 瑞穗乡第一公墓的那股墙披建计划 2021年动土新建 今年3月初竣工报宴 却发现部分工项并未按图施作引发地方议论 乡公所除了与承揽业者召开协调会 同时也含请公共工程委员会协助 针对乡亲们关心的那股墙建设工程 公所以6月2日邀及监造公司 及承揽厂商召开协调会 针对有违反契约的部分 将依契约及相关规定办理 乡长吴万德在主管回报中 听取包括建设客、殡葬所以及秘书在内确认处理进度 由于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不影响建筑主体结构功能 因此由乡公所认定军工 乡公所已承揽厂商协调 以规定扣款就地结算处理达成共识 乡长吴万德表示 排除争议若没有问题 那股墙僻建工程将预计在9月完成 最快10月份就可以对外启用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